刘渊说的五湖十六国到底是哪十六个 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 我知道 我跟我进朝的后人视频的时候 他告诉过我 有央家国 摩羯陀国 吃蹄国 大叔 你是不是问的司马忠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说的是印度十六国 你说司马忠低能吧 他还知道印度十六国 人家那叫印度十六熊国 不愧是派人下过海的拳子 知道的就是多 怎么我华下的十六国不带个熊子 难道说十六国时候的人不够英雄吗 人最缺啥 才最爱炫耀啥 懂了 我听说十六国时候还有吃人的事 简直是骇人听闻 你手下成狱的军队不也吃过人吗 我那属于食品安全与质量问题 反正十六国时候 暴君是不少 食虎 福生 都属于杀人不扎眼的家伙 难道他们也喜欢梦中杀人 你少看点小说 要说十六国时候的真英雄非鲜卑慕家莫属 比如前燕太原王慕容克 一个完美接近于我的男人 能与我亮相媲美 想必是五湖十六国的第一牛人了 毕竟都在武庙接受祭祀 也算是老庙友了 巧了我魏也有人在武庙 谁呀 合肥之战打你的张疗 巧了我进也有人在武庙 谁呀 聂东吴的杜狱 对了我家骂过孙权的二弟关羽 也在武庙 好家伙 你们就指着我一个迫害是吗 是 那要这么说 我家也有两个在武庙 谁呀 势必一灵两把火 天下英雄 你和我 终于跟陆续 行了 咱们三国就别内耗了 耗到最后 又是他进作收渔翁之力 也对 那就让我们见见十六国的第一牛人吧 我邀请了慕容克加入群僚 在下十六国时期 前燕宗室明臣战略家 文明帝慕容晃第四子 锦昭帝慕容郡的弟弟慕容克 这很慕容复 慕容复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而我 拜太子 封太元王 行周公事 设政期间 功成略地 威震联邦 一个小小燕国 这么骄傲的吗 主要是家里有可以骄傲的底子 我先背慕容家 建立的大燕政权 曾雄剧关东名将辈出 我劝你低调 我的弟弟里面 除了后燕武成帝慕容锤 南燕县武帝慕容德 都是一代人节 丞相 你把他拉进来就是看他装的 我夜观星象 说千百年后 有个燕王叫朱棣的好像挺厉害 跟你家有没有关系 燕国本是先情捕驳 特指北京一代 以后叫燕的国家多了去了 别说明朝的燕王朱棣 就连安史之乱的大反派 安禄山都见国号叫燕国 安禄山是遗敌 你也是遗敌 可我慕容克善待百姓 而且从没想过谋朝篡位 确实 东晋名将桓温就怕慕容克 前秦王猛也说慕容克是骨枝一案 可以说只要慕容克活着 就没人敢打燕国的主意 说多了都是累 个人能力再强 也架不住身后一群猪队友 活死以后慕容家内乱平平 最终葬送燕国 你再多心酸泪 也没像刘备那样爱哭鼻子 你也少看点小说 刚说到内斗 司马家擅长啊 司马杀司马 联合司马杀司马 八王之乱打了十六年 直接耗干了禁朝的元气 我家内斗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我弟弟慕容锤 才华出众 但一直不受殆解 因为牙齿磕掉了一块 还被二哥慕容俊 羞辱的改名叫了慕容缺 这给人改名字 不是武则天的爱好吗 咋 看来谁都没从司马家的教训中 学到东西啊 还有那个慕容平 打仗的时候 还只顾着做生意 在阵前卖乔玉水 大发国难财 敌国王莽 都说他是真奴才 燕国不是还有后来的 几次复国吗 慕容锤复国成功 建立了后院 但自己已经年近七十 垂垂老矣 才七十 呵呵 我家司马福活到九十多 司马老儿 你家也就你这代人活得长 后来建朝的皇帝 也是一个比一个短命 这个也字用得很有灵魂 据我所知 你家分前燕 后燕 南燕 北燕 西燕 那其他的燕国呢 朝代时间不长 划分的倒是挺多 西燕就是一盘散沙 走几步杀一个皇帝 最后十六国都没算他家 北燕都不是慕容家建立了 先是姓高 然后姓逢 臣口乱的 听到我头疯都要犯了 南燕呢 被东晋灭了 没想到成天挨打的东晋 也有雄起的一天 可算给我司马家掌了一灰脸 不好意思 灭南燕的 是东晋大叫刘育 就是想当年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的那位 老刘家的牛逼 再牛逼也是我东晋的人 然后 他也灭了东晋 他也灭了东晋 你自己是想当年金战